各位东奥会计在线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专题二,票据法的制度 那首先先来看一下票据法总体的一个框架 那其实票据法从它的一个立法结构上来说 我们主要分为了票据法总则和票据法分则的相关内容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关于票据法总则 在我们基础办当中,关于票据法总则 主要给大家介绍了三个单元,也就是三个模块的内容 分别是票据行为,票据权利,以及票据抗辩 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关于票据行为 那关于票据行为这块,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了 关于票据行为的成立与生效,它的一个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 这个在我们历年的一个主观题当中,还是比较喜欢考到的一个点 好,那第二呢,我们给大家去介绍了关于票据行为的代理 代理这个内容呢,其实从历年真题的一个考察上来看 相对来说,不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考点 大家呢,简单的去做了解即可 好,那接下来,关于呢,票据的伪造和变造的内容 那这块呢,关于票据的一个伪造 这个绝对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重中之重 那变造的内容呢,明天老师更多的 会以客观题的形式来进行呈现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票据权利的内容 关于票据权利,我们主要呢,给大家讲解的 是关于票据权利的取得、消灭和失票救济等相关的内容 那其中呢,从考试角度来看 最重要的应该还是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这个呢,也是非常高频的一个考点 希望大家呢,能够重点的关注 好,最后,我们又给大家去介绍了关于票据抗辩 那其中呢,最喜欢考察的 还是呢,关于票据抗辩切断制度 这个呢,就是总则里边 我们命题老师非常喜欢去命题的一些地方 那紧接着呢,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了 关于票据法分则的相关内容 我们分别给大家介绍了 关于出票,关于呢,背书 关于我们的一个成对 关于保证相关的一些票据行为 那这些具体的票据行为呢 是命题老师比较喜欢去出题目的地方 那如果说你非要在其中找几个比较重要的 那其实相对来说呢 背书和成对,这样两个票据行为 是命题老师呢,特别喜欢去考到的点 希望大家呢,能够重点的来关注一下 好,那在这块呢,就是总体从框架上 帮助大家呢,去激活一下咱们的记忆 就是关于票据法 我们都学了哪些东西 但其实呢,我们未来 在去讲解了历年真题之后 那你会发现,其实票据法的一个考察 它有非常强的一个规律性 也就是未来命题老师在命题的地方 往往都已经蕴藏在历年真题当中了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历年真题的一个强化训练 其实呢,是可以保证 未来我们在今年的考场之上 关于票据法,这十分的一个案例分析题 我希望大家十分,一分都不要丢 全部抓在自己的手里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逐年的 给大家来进行介绍 那还是我们的老规矩 我呢,是希望大家首先自己 能够去动手做一下历年真题 而且呢,你最好是做完一道题之后 就马上来听一下这道题 究竟是如何来进行讲解的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热度呢,是比较新鲜的 如果说你这个题目,你整个做 可能也做上两三天 然后等到三五天之后,再来听课 那你当时做题的时候 你的很多思路和想法 这时候可能你就已经记不住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最好是 我做完一道题 马上就来听一下这道题的一个讲解 那这时候你自己的一个思路 你自己的一个想法 你是如何来分析这个题的 你是有印象的 那这时候你再结合着老师的一个讲解 那这时候大家的提高呢,是更快的 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2021年的这个题目 那他说呢,A公司向B公司去购买一批货物 这时候为了去支付货款 A公司呢,就向B公司签发了一张 以假银行作为成队人的汇票 并且呢,我们在满满合同当中约定 说A公司呢,向B公司签发的一个汇票 是不得转让的 那这时候假银行作为成队人 在汇票上进行了一个签章 好,那在这里边梳理一下最基本的一个法律关系 那其实呢,就是A公司向B公司进行了一个出票 那在这其中呢,有两点 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 首先第一个 他们呢,是在买卖合同当中来进行约定 说A公司呢,向B公司签发的一个汇票 不得转让 也就是这个约定本身 它有没有记载在票据上 你注意,没有 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之前给大家去介绍过 说我们的一个票据 它其实呢,是一个文艺证券 所以说相关的内容 你必须记载在票据之上 那除了票据记载之外 其他的一些事项和理由 是不能够作为解释票据的一个依据的 所以说这时候 如果你仅仅是在买卖合同当中 去约定这个票据不得转让 而没有把这个事项记载在票据上 那它呢,其实是不会发生 票据法上任何的一个效力的 这点呢,请大家去注意一下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 说假银行已经呢,作为成对人 在票据上进行了一个签章 那就意味着这时候 我们的假银行以后呢 对它的身份就是一个成对人了 那也正是因为你在票据上 做出了真实有效的签章 那其实你的身份性质 就从票据关系人 转变成为了票据主债务人 好,那将来呢 是要去承担到期付款的法律责任的 好,那在这里呢 把这些背景给它呢 梳理清楚 那接下来 我们继续往后来看题目 说B公司呢 收到汇票之后 为了去支付装修款项 这时候呢 将这个票据背书 转让给了C公司 那并且呢 在票据上注明 说不得转让四个大字 好,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说既然说我注明了 不得转让四个大字 那在这块 大家呢 注意一下 说我们B公司 它的一个身份 仅仅是一个背书人 好,如果说我是背书人 在票据上记载了 不得转让四个大字 那这时候这个票 究竟是可以转 还是不可以转 那这块大的方向 必须要看清楚 说背书人 在票据上记载 不得转让四个大字 但其实呢 这个票本身 还是可以转的 但是呢 它会起到一个后果 就是原背书人 对其后手的背背书人 我们呢 不承担一个保证责任 所以说这里边 大家呢 注意一下 说背书人 在汇票上记载 不得转让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 一个法律后果 好,那接下来 再看C公司 那这个C公司呢 为了去支付房屋的租金 就将这个汇票呢 背书转让给了D公司 就是C呢 给到了D 好,那在这里边 我们注意一下 由于B公司 它作为一个背书人 我在票据上记载了 不得转让 因此呢 我对于后手的背背书人 也就是我的后手是C公司 那我的后手的背背书人 是不是D公司 那如果将来D公司 有任何问题 我可不可以去朝B公司 来进行追索 你注意不可以 因为呢 我们记载了 不得转让四个大字 因此我对于后手的背背书人 是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 如果说你向B公司 进行追索 B公司呢 是可以对你进行一个抗辩的 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我们继续往后来看题 说这个D公司呢 又将这个汇票 背书转让给了E公司 用于呢 购买货物 那现在这个票呢 就已经到了E公司这里边 后来呢 这个E公司并没有向D公司 去交付约定质量的一个货物 构成了一个违约 好,那在这里边呢 它仅仅是构成了一个违约 那在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两个小问题 这个呢 是将来命题老师 有可能去走向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 就是呢 我们这个D和E 它基础的这个原因关系 就是这个买卖合同里边 有一个违约 那这时候 如果说我们将来这个E公司 向D公司进行追索的话 那这时候 我们这个D公司 可不可以来进行抗辩 你注意可以 因为E公司呢 是和我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 并且没有履行约定义务的 这么一个票据债务 票据权利人 那这时候呢 我们作为票据债务人的D公司 我是可以向你来主张一个票据抗辩的 这个呢 是第一点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另外呢 一个稍微大家看一点点脑洞 如果说将来呢 我构成一个违约 那这块甚至有可能 这个合同被解除掉 好 那这个被 合同被解除掉 那大家记住一个结论 基础原因关系的瑕疵 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率 那换句话说 如果D和E之间 我由于这个买卖合同被解除了 或者说被人民法院撤销了 那在这时候 我们D向E 进行背书的这样一个票据行为 有没有效 注意票据行为呢 它是具有无音性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背书的这个票据行为 仍然有效 这个E呢 它仍然可以拿到我们相应的票据权利 好 那既然说合同被解除了 或者被撤销了 那这时候 我可能附有一个向你去返还 合同款项的义务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 说我据此取得了相应的票据权利 好 请大家呢 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细节点 那我们继续往后去看题目 说由于呢 当地我突发了一个特大洪水 那这时候 义公司呢 为了去捐款 赈灾 将这个汇票呢 背书转让给了红十字汇 好 那这时候 义公司呢 把这个票 就捐给了我们的一个红十字汇 那这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说这个红十字汇 其实呢 我是没有支付对价 而取得票据 那在这里 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你要想取得票据权利 原则上 我们必须要支付对价 但是这时候 如果是由于税收 继承赠予 我们呢 是不受到 给付对价的一个限制 但是这里边 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后果 就是呢 我所拥有的票据权利 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 那换句话说 将来如果说红十字汇 我被拘付了 我在去进行追索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去朝这个 D公司来进行追索 那你注意 如果说你朝D公司来进行追索 那这时候D公司 可不可以把我向D公司 去主张的这个抗辩的室友 向我们红十字汇 来进行一个主张 你注意 可以 这个呢 就是我们票据抗辩 切断制度的一个例外 因为呢 你是没有去给付对价 所以你所享有的票据权利 不得用于其前手 这一点呢 请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我们继续往后来看 说当汇票到期之后 这时候呢 红十字汇 向假银行提示付款 那这个假银行呢 以A公司账户余额不足为由 进行了一个据付 好 那在这里边 我们来停一下 说这个假银行 我可不可以 以A公司账户余额不足为由 进行一个据付 你注意这个是 与法无据的 它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好 那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如何来看待 那它呢 其实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呢 我们有两个分析它的思路 首先第一个思路 我们呢 从票据法总则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票据抗辩 切断制度的角度来看 那这时候假银行 由于你是一个成对人的身份 因此呢 从本质上来说 其实你是票据债务人 那这时候票据债务人 你可不可以与持票人前手 或者是出票人之间的一个抗辩室友 来对抗我们的持票人 注意是不可以的 因此你看这个A公司 它就是一个出票人 那作为一个票据债务人 我可不可以以自己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室友 来抗辩持票人 这块是不可以的 这个呢 是有一个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在的 所以说在这里边 我们第一个分析这个问题的思路 就是从票据抗辩的角度 来对它进行分析 好 那第二个分析的问题的角度 是从票据法分则的角度来看 我们去看一下成对这个票据行为 好 好那这块我们银行呢 是以成对人的身份在票据上进行了成对 做出了真实有效的签章 也就是付款人对票据进行了一个成对 好那这时候你作为一个成对人的身份 你在票据上进行了成对 那就意味着你将来要去承担一个到期付款的法律责任 那因此呢你到期进行了一个据付 这块肯定也是与法无据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其实大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对它进行一个辩析和看待 那这块考试的时候 如果说命天老师问到 说这个假银行 我们呢这个拒绝付款究竟符不符合法律规定 要求咱们去减述理由的时候 大家呢其实这两个理由 二选一即可 您不用全都答 只要能够回答出来一个 就可以得到全部的分数 好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在这里边进行了据付之后 那作为票据权利人的红十字会 我们呢就准备向前手来进行追索了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D公司 它是以E公司违约为由 拒绝向红十字会去承担票据责任 好那这个D公司呢 主张了一个票据的抗辩 那这个抗辩站不站得住脚 你注意站得住脚 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首先呢你作为一个红十字会来讲 由于你没有支付对价而取得票据 你所拥有的票据权利 不得优于其前手 那这时候就要看E公司 那这个E公司呢和D公司 是具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 且没有履行约定义务 那这时候作为我们票据债务人的D公司 是可以向E公司呢 主张一个抗辩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把 能够向E公司主张的票据抗辩 向红十字会来进行主张 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红十字会呢 是因为捐赠而取得了票据权利 你所向的票据权利 不得优于其前手 好的这块分析清楚了 再来看 A公司和B公司呢 均以这个汇票 不得转让为由 拒绝这个红十字会 去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 分别来看 这个A公司 你说这个票据不得转让 但是你写在票上没有 注意没有 您是写在买卖合同里面了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 票据它是一个文艺证券 那这时候呢 除了票据之外 其他的事项和理由 是不能够作为 解释票据的依据的 所以说这里边 你的这个不得转让 相当于没有作数 好那再来看B公司 我B公司在票据上 记载了不得转让四个大字 但是呢 架不住我的后手 C公司不听话 死活非要把这个票据 继续往后去进行背书转让 那这时候是不是 起到了一个后果 就是原背书人对其后手的背背书人 我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那因此我们B公司 可不可以去主张这个票据的抗辩 你注意这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呢 也是票据抗辩切断制度的一个例外 请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那在这里边 我们这个E公司呢 向红十字会 就承担了一个票据责任 因为这个E公司呢 其实是一个背书人 在票据上进行了真实有效的签章 因此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那因此呢 E公司向红十字会承担责任之后 就向这个D公司来进行追索了 好那这个E公司能不能向D公司追索 你注意肯定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D一之间是具有直接的 这全债务关系 而且呢 你没有履行约定的义务 那在这时候呢 D公司是可以向你来主张一个票据抗辩的 好那在这里呢 把这其中涉及到的法律关系 我们都给它梳理清楚 然后呢 命题老师再问什么问题 万变不离其宗 我们呢 就不会害怕了 好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 先来看第一小问 他说呢 A公司以汇票不得转让为由 拒绝呢 向红十字会 去承担票据责任的主张 是否成立 并且说明理由 那这个呢 前面和大家分析过了 说你这个主张 你不能写在买卖合同里 你必须要写在票据上 所以说这里边呢 我们的票据是一个文艺证券 在文艺之外的任何理由和事项 都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根据的 所以说这块呢 你如果是在票据之外 另行记载有关事项 那这块它是不发生 票据法上的一个效力的 好那请大家呢 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的票据 它是一个文艺证券 好再来看 2B公司 是不是应该去承担一个票据责任 这个2B公司呢 它其实是一个背书人的一个身份 只是说我在背书的时候 在上面记载了 不得转让四个大字 那因此 我需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注意不需要 因为如果说背书人 在票据上背书的时候 记载不得转让 我的后手继续去转让背书的话 那原背书人 对其后手的背背书人 我是不需要去承担一个保证责任的 那在这里边大家去注意一下 当然这块呢 我觉得难点是说 大家能不能够把这个法条 给它用法言法语能够背下来 在考试的时候 能够对它做到一个还原 当然这个道理本身是很简单的 也就是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 不得转让的一个字样 如果说其后手再背书转让 那这时候呢 原背书人对于后手的背背书人 我们呢是不承担一个保证责任的 好那这块呢 是关于这道题 好再来看一下第三题 说D公司呢以异公司为约 拒绝向红十字会去承担票据责任的一个主张 是否成立 好那在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红十字会 你没有给付对价 你是因为税收继承赠予 虽然说呢你不受到给付对价的一个限制 但是你所向的票据权利 不得优于其前手 所以说这道题呢 主要考察的就是这个点 因为税收继承赠予 你可以呢依法无偿取得票据 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 但是你所向的票据权利 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 好那在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也正是因此 我们票据债务人D公司 可以呢对这个持票人前手 D公司的抗辩室友 来对抗我们的持票人 红十字会 好那再来看一下第四小问 关于呢这个D公司 是否呢应该要向E公司 去承担一个票据责任 那这个D和E之间的关系 是说我们这个E公司呢 其实是有一个违约的 那这时候我需不需要 向你承担票据责任 注意不需要 这时候我也是可以 向你来主张一个票据抗辩的 也就是和自己 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 且没有履行约定义务的 一个票据权利人 那这时候呢 我是可以向你来进行抗辩的 也就是票据债务人 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 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 一个持票人来进行抗辩 所以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在这块呢 我们稍微带着大家简单的 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这道题它的一个命题思路 那其实你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出来 我们这道题呢 命题老师 它其实是延续着票据法总则 来开展这个故事线的 那在这里边呢 首先第一 在票据行为上 命题老师花了一个小问 他去测试了一下 关于文艺证券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票据 它是一个文艺证券 好那另外呢 其实命题老师所有的点 他都紧密地围绕着 票据抗辩切断制度 及其例外来进行了相关的测试 那只是说呢 其中有一个例外 它其实呢 是说背书人我记载的不得转让 因此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看成 说我们测试了一个背书 这样的一个票据行为 但是呢 我还是更愿意把它 放到我们票据法总则的角度来看 那你能够看到 我们这道题主要测试的 还是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及其例外 这个呢 真的是历年考试中 非常高频的一个知识点 那请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那我们这道题呢 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考点 命题老师呢 没有去涉及到 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成对人的问题 就是这个成对人 它进行了一个拒附 那其实呢 我和大家分析过了 说这个成对人的这个拒附 本身呢 也是与法无拒的 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去分析它 不符合法律制度规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两个角度 一个角度呢 也是站在票据抗辩的角度来看的 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站在成对 这样一个票据行为的角度 来对它进行看待 这个呢 命题老师并没有设计 但是呢 在之前的年份 等一会儿大家会看到 命题老师呢 其实对于这个知识点 也是不厌其烦的 反复来进行测试的 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2021年 A套实践当中 关于票据法的一个测试 应该说呢 这个题目的难度 并不是特别的大 大家呢 稍微经过有针对性的训练 你在考场上 拿到全部的十分 还是呢 非常可以实现的一个小院了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仍然是像我们的专题一样 我会在每道题的后边 给大家呢 把这道题所涉及到的一些 设考法条总结出来 帮助大家呢 在最后冲刺的阶段 有些同学不是喜欢去找 这个必备法条吗 其实就是我们习题班里边的 这个每道题后边的设考法条 那都是大家在考场之前 必须要背下来的一些法条 所以这个给大家总结在这里 好那我们呢 再来看一道2021年的 另外一道题目 也就是他必讨试卷的一个题 好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 他说呢 A公司为了去支付货款 向B公司呢 签发了一张 以假银行作为成队人 金额呢 为100万元的银行成队汇票 好那在这里边 并且呢 又在买卖合同当中约定 说A公司呢 向B公司签发的汇票 是不得转让的 那假银行作为成队人 在票面上进行了签章 好那其实你能够看出来啊 就是2021年的A套试卷 和B套试卷 由于它是一个批次 同时在进行考察 所以说呢 其实好像看起来 这两道题非常非常的相似 它的考点呢 也是具有高度相似性的 这个呢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A试卷和B试卷 它是在同样的一个批次 同时来进行考察的 所以说呢 这个并不会造成一个题目的 一个泄漏问题 所以说这里边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就可以 好我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就是A公司呢 为了去支付货款 向B公司呢 完成了一个出票 那这里边又是我们前边 和大家分析过的两个问题 首先呢 就是这个汇票不得转让这件事 你呢 只是记载在了买卖合同当中 它不会产生票据法上的 一个票据的效力 也就是我们的票据 是一个文艺证券 好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这个假银行 你是作为成队人 在票面上进行了签章 那将来呢 是要去承担一个 到期付款的法律责任 因为成队这个票据行为 您呢 就成为了票据上的一个 主债务人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 这个C公司呢 向B公司就缓称 自己呢 有一批紧俏的物资 又使呢 这个B公司 将这个汇票呢 背书转让给C公司 好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这个B公司 是受到了C公司的一个欺诈 相当于呢 我把这个票据 转让给了C公司 好那在这里 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说这个C公司 究竟有没有取得 我们的票据权利 你注意 没有 因为这里边 你不是出于一个善意的 那在这里边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是由于欺诈 偷盗 胁迫 或者说呢 明知有前书情形 出于恶意 那这时候你去取得票据的话 这时候呢 你是不享有票据权利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C公司 虽然看起来 在票上来看 您呢 确实是属于背背书人 是票据权利人 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 说这个C公司呢 其实由于 你是实施了一个欺诈的行为 因此你并没有 真真正正的 享有票据权利 那么的票据权利 在谁身上 票据权利 还在B公司身上 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那我们这个C公司 在取得这个会票之后 这个C公司呢 又将这个会票 背书转让给 对其诱骗行为 不知情的D公司 以支付一个货款 并且呢 在会票上注明 说货物验收合格之后 方生效 好 那在这里呢 其实会涉及到 两个考点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前面咱们说到过 说这个C公司 它其实呢 并没有享有票据权利 那其实你看到说 某一个当事人 不想有票据权利 这时候马上 要清楚地反映出来 有可能 明师老师要涉及什么 他有可能要考察 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因为这个善意取得 有一个最大的前提 就一定是 无权处分 所以在形式上来看 他是票据权利人 但是本质上 他不想有票据权利 那这时候 如果说他去对 票据权利进行处分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 无权处分 好 如果说我们的C公司 有一个无权处分行为 这时候咱们要看一下 D公司 他是不是符合 我们票据权利 善意取得制度的条件 那首先第一个 他必须是善意的 那明提老师 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 对其诱骗行为 咱们是不知情的D公司 也就是我善意 且没有重大过失 第二 我有没有支付合理的对价 当然有 我这里边是为了去 支付货款 所以说也存在着 真实的一个基础原因关系 我们是支付合理的对价 并且又依照 我们票据法上的规定 对这个票据进行了一个背书和转让 因此我们的这个4D公司 它其实是可以根据 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 来善意取得这个票据权利的 那请大家注意一下 D公司身上的这个票据权利 不是从C公司这里边 因为背书的形式受让来的 它是基于票据权利 善意取得制度 来取得了票据权利 好这个呢 是我们这里边涉及到的第一个考点的问题 就是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好那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呢 我们这个C公司在背书的时候 它在票据上注明 说货物验收合格之后生效 这个属于啥 这个其实是不是属于背书付条件 那这时候背书付条件 所付条件 不发生汇票上的一个效率 那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C公司背书转让的这个行为 有没有效 这个背书行为本身是有效的 那这时候所付的条件本身 其实没有产生汇票上的一个效率 那请大家呢 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后来呢 因为这个货物存在质量纠纷 双方呢 就发生了一个纠纷 那我们这个D公司呢 为了去捐款 去建设一个校舍 那这时候呢 又将这个汇票呢 去背书转让给了E学校 好 那在这里 大家呢 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那在这里边呢 它其实谈到了 说这个D公司是为了捐款 建设这个校舍 我是把这张票呢 背书转让给了学校 所以说这里边 这个E学校本身 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赠予 而取得了这个票据 那我们前面和大家分析过了 说如果你是由于税收继承赠予 这样无偿取得票据 它其实呢 不会受到我们必须给付对价的限制 你是可以正常的取得票据权利的 但是呢 你的这个票据权利 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 那我们这也说了 说C和D之间 其实呢 关于这个货物质量 是存在着一定的纠纷的 那换句话说 C公司 我可以向D公司去主张的这个抗辩 也就是与自己 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 且没有履行约定义务的 这个抗辩室友 可不可以向这个义学校来进行主张 注意可以 因为这时候呢 您是无偿来取得票据的 没有支付这个对价 那请大家呢 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来看 说这个义学校呢 于这个汇票到期一个月之后 就向呢 这个假银行去提示付款了 好 那在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假银行呢 就以这个义学校 没有遵期提示为由 进行了一个据付 那这时候这个义学校呢 就向前手去开始行事 追索权了 好 那这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 就是这个A公司 A公司呢 它以这个汇票 不得转让为由 拒绝承担票据责任 那这个我们前面分析过了 这个点呢 应该就是去考察 我们票据是一个文艺证券 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好 那接下来再看2B公司 2B公司呢 以其被欺诈 转让票据为由 拒绝去承担一个票据责任 好那在这里边 我们要去看一下 这个B公司了 那这个B公司 您老人家 有没有在票据上 做出过真实有效的签章 你注意 你是做出了 真实有效的签章的 好 既然你做出了 真实有效的签章 因此将来 需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注意 要去承担票据责任的 好那接下来呢 再看C公司 C公司呢 以D公司交付的 货物验收不合格为由 拒绝呢 去承担一个票据责任 好那在这里边 其实呢如果说你是交付这个 票据这个不合格 那在这里大家来注意一下 你要看 它究竟是怎么个不合格 如果说呢 你是站在这个 被输复条件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被输复条件 所复条件 不发生 会票上的一个效率 那这时候呢 因此我们其实 我们的这个D公司呢 它其实是 能够去取得相应的 一个票据权利的 所以说这块 你注意一下这个角度 但是如果说呢 它是从票据抗辩的角度来讲 说确实这个货物 就是有质量问题 那这个时候 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这个货物 确实有质量问题 我可不可以向这个D公司 去主张一个票据抗辩 其实是可以的 好那如果说我能够去 抗这个D公司的一个室友 我可不可以去抗这个医学校 你注意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医学校呢 你是属于接受赠予 而取得的这个票据权利 所以这块呢 还是要仔细的去看一下 这个C公司 究竟是站在哪个角度 来谈这个问题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 说这个D公司 向这个E学校呢 去承担了票据责任之后 分别呢 向B和C来进行追索 那这时候呢 B和C以同样的理由 拒绝去承担了一个票据责任 好那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 这道题相应的几个问题 好那首先先来看A公司 A公司呢 它说我们呢 以这个票据不得转让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的主张 是否成立 并且呢 说明理由 这个呢 和前面那道题的第一问 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 那这块呢 也是说 我们票据上的一切权利义务 必须呢 严格遵照票据上记载的文艺而定 文艺之外 任何的事由 事项 其实呢 都不能够作为一个根据 所以说你这个汇票不得转让的约定 是记载于买卖合同当中 你压根没有记载在票上 因此呢 不会产生票据的效力 好那再来看第二小问 这第二小问呢 它说C公司 以D公司交付这个货物验收不合格为由 拒绝向E学校承担责任的主张 是不是成立 好那这块呢 你注意一下 如果说是D公司交付的货物验收不合格 那在这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主张一个票据抗辩 但是这个E学校呢 由于你没有支付对价 因此呢 其实你是由于税收继承赠予 那你所需要的票据权利 不得由于其前手的权利 因此呢 我们这个C公司 是可以向你来主张这样的一个抗辩的 好 接下来呢 再看第三小问 说B公司呢 以其被欺诈转让票据为由 拒绝向D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 是否成立 并且简要说明理由 那我们前面谈过了 只要是这个票据上 有B公司真实有效的签章 那这时候呢 你是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一个票据责任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分成两个层次来探讨 首先第一呢 就是说这个票上 确实是有B公司 真实有效的一个签章 那你肯定是要向权利人承担责任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个D公司 它其实呢 更多的是基于票据权利的 善意取得制度 我已经拿到了一个票据权利 好 那这时候我D公司是票据权利人 那你这个B公司呢 又在票据上做了真实有效的签章 那因此呢 你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一个票据责任 好 这块大家稍微呢 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小问 说这个C公司呢 以D公司交付的货物验收不合格为由 拒绝向D公司去承担票据责任 那在这里边呢 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票据抗辩了 也就是不履行约定义务 与自己呢 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一些持票人 我们呢 是可以对你来进行一个抗辩的 好 这块呢 主要考察的就是关于呢 票据抗辩的问题 好 那在这里 我们稍微呢 带着大家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其实你就能够发现 我们这道题呢 仍然是延续着票据法总则 来进行考察的 而且呢 它在非常多的点上 其实呢 和我们前边的那个AP次的试卷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重合的 比如说像文艺证券的考察 关于呢 票据抗辩切断制度 及其例外相应的一些内容的考察 但是这里边 它也会有自己比较新鲜的一些点 比如说呢 它会站在说 我们这个B公司在票据上 做出了真实有效的签章 我是不是要去承担票据责任 包括呢 我们这个D公司 它其实呢 是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等等 这些点呢 是它比较新鲜的地方 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但是总之 你能够看到 其实呢 我们命题老师在命题的时候 其实这个重点呢 是一以关之的 你还是能够去抓住它的卖力 比如说像文艺证券 比如说像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比如说像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及例外等等 这些呢 其实都是命题老师非常高频的一个考点 希望大家呢 能够注意 好 那我们这个题目讲到这儿呢 我稍微和大家多说两句 就是有没有同学觉得这道题有一点点问题 有没有同学有这个疑问 说你觉得这个题有一点点不够逻辑自洽的 那其实呢 我稍微和大家说一下就好 你简单的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个题呢 那这个题呢 他其实说到 说这个义学校呢 我是汇票到期一个月之后 才向这个假言好去提示付款 那在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首先这张票本身呢 它是一个远期的票据 那才会出现说一个成对的问题 这块无庸置疑 好那如果是一个远期票据 我提示付款期是什么时候 我提示付款期是不是票据到期之后的十日之内来提示付款 好如果说这时候咱们的持票人 义学校 我没有遵期提示 那其实呢 你是丧失掉了对于出票人和成对人之外 其他前手的一个追索权的 因为你如果想行使追索权 你必须要进行票据权力的保全 票据权力的保全指的是 第一必须遵期提示 第二必须取得据付证明 那在这里边由于你没有做到一个遵期提示 其实除了出票人和我们这个成对人之外 其他所有的拳手 你是丧失掉追索权 好所以说这道题 其实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这个题你就可以洗洗睡了 因为你都不享有这个追索权 你还往前面去追 这些人还在抗辩 这究竟干嘛呢 但是这块大家注意一下 考试的时候如何处理 考试的时候你不要朝我给你说的这个方向去想 因为你朝这个方向想 就说明你知道的比命题老师还多 那如果你知道比命题老师还多 这个题的分你就拿不到了 所以说呢 在考试的时候 大家呢还是要灵活 如果说你真的发现这个题 他不能够做到逻辑自洽 你就让他这样 就这块的话你千万不要去杠 不要去钻这个牛角尖 你还是要去回答命题老师的这个问题 尖命题老师呢 是通过票据抗辩的形式 来对这个题目进行分析的 就说明他其实在答案的时候 这个裁分点 也都站在票据抗辩的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你就相应的对他进行回答就可以 所以说这里边你稍微去注意一下 其实这个题本身呢是有一点点不够逻辑自洽的地方 但是这块呢只是说我们事后去复盘它的时候 给大家呢去点一点 你知道这个题稍微有一点点不是特别严谨就可以了 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千万别犯傻 说老师这个题是不是出错了 这个题我是不是不用回答了 千万不要这样 你知道的比命题老师还多 你就得不了分了 这个时候就是按照命题老师给你的一个要求 来进行正常的作答就可以了 好这块呢就是关于这道题 咱们呢多说了两句 这个设考的法条放在这 供大家呢在课下的时候进行学习和参考 好接下来 我们呢再来看一道2020年的AP次的一个试卷 好了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 他说呢A公司为了去支付工程款 向B公司呢就签发了一张以假银行呢作为成对人 金额为50万元的银行成对汇票 那我们这个假银行呢作为成对人 在票面上进行了签章 好那在这里简单的梳理一下 这其中涉及到的法律关系 是A公司呢出票给到了B公司 那这时候假银行作为成对人 在票面上进行了坚持有效的签章 因此呢假银行的身份就是一个成对人 他是票据的主债务人 将来呢是要去承担一个到期付款的法律责任的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去看这个故事 他说呢这个B公司的财务人员项某 就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个汇票呢倒出 然后呢伪造了B公司的一个财务专用章 和法定代表人的一个签章 将这个汇票呢背书转让给了与其合谋的C公司 好那在这里呢也就是说有一个项某 他呢其实把这个票背书转让给了C公司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说对于这个项某的行为而言 他其实呢就是票据签章的一个伪造 那因此呢其实这个项某就是一个伪造人的身份 那我们这个B公司呢就是比较无辜的 他呢其实就是一个被伪造人的身份 好那在这个里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C公司 这个C公司呢是和我们这个项某合谋的 所以说这时候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这个C公司有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你注意没有 这时候你也是出于恶意去取得票据的 因此呢C公司他其实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但是如果你从票上来看 这个票记载的是啥 是不是A出票给了B B公司被数转给了C 你从票上来看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票据流转的过程 所以说呢这个C公司形式上他是票据权利人 但是实质上他不享有票据权利 好那你看到这样的一个C公司 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马上下意识的一个条件反射就是 有可能明天老师在后边就要去出 我们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相应题目了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后来看这个故事 说这个C公司呢又将这个票据 背书转让给了D公司 用于呢偿付我们的一个货款 那这个D公司呢 对于汇票伪造一事是不知情的 好那在这里能够分析出来 首先我们的D公司是善意 且没有重大过失的 第二呢我也支付了这样的一个对价 我呢是偿付一个货款 第三我们呢又是依据票据法上的 一些相应的一个规定 来进行了票据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这时候 我们的D公司呢就是基于 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 我能不能够取得票据权利 注意我是可以取得票据权利的 好那我们读到这里的话 稍微带着大家来停一停 那这时候我们D公司 取得了票据权利 那在这里边这个B C和这个项这几个人要不要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 我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首先来看这个C公司 那这个C公司你把票据背书转让给D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在上面做出真实有效的一个签章 那因此这个C公司你要不要承担票据责任 你是要去承担票据责任的 好但是对于这个项目和这个B公司而言 我们一个是票据签章的伪造人 一个是被伪造人 按照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结论 伪造人和被伪造人 我通通不需要去承担一个票据责任 好我们分别和大家简单的来展开一下 你站在伪造人项某的角度来看 虽然他确实是在这个票上进行了一个签章 但是你注意他签的是谁的名和章 他签的是B公司的名和章 所以他并没有以自己的名义 在票据上进行过签章 所以这时候项某需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好既然票上没有他真实有效的签章 因此项某是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的 也就是伪造人 并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在票据上签章 因此他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好再来看B公司 B公司作为被伪造人 他自始至终有没有在票据上进行过签章 你注意没有 那这时候票据上没有B公司真实有效的签章 他需不需要去承担票据责任 注意他也不需要 所以这块我们的结论就是 在票据签章存在伪造的时候 不管是伪造人还是被伪造人 我们通通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好那这个票据签章的一个伪造 也是命题老师非常喜欢考到的一个高频考点 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会 能够用法言法语 言之有据的对他进行一个阐述 好那这块我们就是继续来读一下咱们的小故事 继续往后来看 说后来呢这个D公司就被这个E公司给吸收合并了 那这时候呢D公司身上的这个票据权利就来到了E公司的身上 但是这时候我并不是由于背书转让了票据行为 我是由于吸收合并来成绩了D公司身上的一个票据权利 好那这时候呢E公司与汇票到7日就向甲银行呢去提示付款 那在这里边呢这个甲银行以E公司呢 不是汇票上的一个被背书人为由进行了一个拒付 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E公司呢就向B和C来进行追索了 那其中的B公司进行了一个拒绝 理由是呢说这个背书转让呢 是这个项某和C公司合谋伪造 那这时候呢C公司及其后手D公司均未取得票据权利 好那在这里边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D公司和E公司他们有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你注意有取得 我前面分析过了 说我们这个D公司呢是基于票据权利 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了票据权利 那这个E公司呢是由于吸收合并而取得了票据权利 那在这里确实B公司他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但是原因呢是因为他是被伪造人 他没有在票据上进行过真实有效的签章 所以他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那我们前面分析了 这个C公司呢由于你在票据上有过真实有效的签章 因此呢你是需要去承担票据责任的 好那在这里都分析清楚之后 我们呢一起来看一下相应的题目 首先来看第一小问 说这个C公司是否能够去取得票据权利 并且呢说明理由 那在这里由于C公司和项目是一个合谋 那这块由于欺诈偷盗胁迫或者是明知有前述情形出于恶意 你是不能够呢去取得票据权利的 所以在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下 说这个C公司是不享有票据权利 好那接下来第二小问 说D公司是否取得了票据权利 那我们分析过了 这个D公司呢 它是基于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制度来取得了票据权利 所以说这里边我们这块呢 我们对于这个C公司实质上没有这个票据权利 但是形式上是票据权利人 这个事情呢 我们呢是有一个无权处分的大前提在 另外呢就是D公司对于伪造的事情是不知情的 同时呢我是支付了相应的一个对价 以及呢不存在影响D公司取得票据权利的形式瑕疵 那因此呢我们的D公司是可以呢 根据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来取得相应的一个票据权利的 所以说这个D公司是取得了票据权利 这个呢是关于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 比较经典的一种考法 希望大家呢能够结合着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 把这个问题如何能够用法言法语 有理有据的给它阐述出来 大家呢必须要学会这个表述 好接下来再看第三小问 说B公司是否应该去承担票据责任 那这个B公司我们给它一个定性 它其实呢是属于被伪造人 这个被伪造人由于他自始至终 没有在票据上做过真实有效的签章 因此呢他就不是票据义务人 所以咱们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好那再来看第四小问 说C公司是不是需要去承担票据责任 那这个C公司呢 其实你在背书转让给D公司的时候 那你是做出过真实有效的一个签章的 那因此呢你就属于票据债务人 因此你是需要去承担相应的一个票据责任的 好那因此呢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C公司的一个问题 好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去注意一下这个回答的时候 说票据上有伪造签章 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其他真实签章的一个效率 那这个C公司呢你是将这个票据 背书转让给D公司的 因此呢票据上存在着C公司真实 且符合规定的签章 因此你就需要承担相应的一个票据责任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 它的一个命题思路 好那这个题的一个命题思路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仍然是延续着票据法的一个总则 来铺开了咱们的一个故事线 好那在这里呢首先它强调的第一个点 其实呢就是关于这个出于恶意 你是不能够取得票据权利的 这个主要考察的是票据行为的成立和生效里边 这里边我们涉及到一个实质要件的问题 考察的是这个知识点 然后呢我们这道题还考察了什么呢 其实就是考察了这个票据的一个伪造 在第三小问里边作为被伪造人 我呢是肯定没有取得票据权利的 好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票据责任的一个承担方面 这块你记住我给你说的一个结论 只要是你在票据上做出过真实有效的签章 那你肯定呢是要去承担票据责任的 所以说这里边呢我们又考察了一个票据责任的问题 当然我们这块第二小问 还考察了一个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所以这块呢就是我们整个这道题 它的一个命题思路的梳理 那其实你能够看出来 这些呢还是命题老师非常喜欢考察的点 比如说你出于恶意 不能够取得票据权利 那你在票据上做出真实有效的签章 就需要去承担票据责任 包括我们的票据的一个伪造 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这些呢都是我们非常高频的一些考点 那这块呢大家下来之后 好好的呢去结合着设考法条 对这个题目呢进行一个回顾 这种情况去承担责任的就是